咱们的付出和损失 谁来弥补 天下百姓会有几人记得咱们 还有 如今大局未定 咱们还得考虑随时南下支援江奎殿下 说不定咱们会先和朝廷打起来 当前局势伟急且复杂 如江奎殿下能克服风浪 扛起大旗掌握朝政 我等才能见天意 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甚至打胡言都没有由头 而前方助理的虾人 却如他们所想 心情非常的差 他原本对这个世界 以及这个世界的人 没有多少归属 但经历了这么多事这么多人 加上后面成婚 他的心态早已发生了变化 终究是一个跟上的人 他无法忍受和自己说着同样言的人 如猪狗般被塞外胡瞒大四图 大多数是无辜的百姓 这些百姓生前受尽朝廷欺压 现在又惨死胡瞒手里 就算相隔数百里 虾人都能感觉到那些人的绝望 如草戒般 随意被人收割 不止百姓 胡人连投降的大雍军族都没放过 为了泄粉 胡人举行了多次杀人比赛 用尽各种财人手段 图大雍降足 这戳破了虾人记忆中 深埋起来的一处痛点 那是前世无法磨灭的仇恨 可能是之前生病后 便带来的副作用 虾人只要发怒自己的神志 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身体有时也会变得不可控 这时候力气反应以及速度 也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甚至可以一步使命 就好像变成了一台冷血的战斗机器 诸位 水宝已经修好 最新的粮草和药材等物资已到东远 难道到了除病的时候了 大将军是北上司打胡银 还是南下司打朝廷夺内政 既北上又南下 据探子来报 燕城的粮食大概还能支撑三十多天 届时燕城将不攻自破 骆将军真乃当时豪杰 一身逃略大雍军中无处其左右 威将深感敬佩 可惜生不逢时 如生于大雍强生之时 怕是能栽风狼之需 燕城若失 咱们在地狱胡人的难度将成倍增加 所以就算不能立刻出兵 也得做好北上准备 否则匆忙之下战机尽失 大将军的意思是 现在开始往燕城运送粮草自重 东远到燕城约有时间矫程 清洗五天就可达到 如有情况咱们也能尽快反应 大将军 万一江奎殿下那里情况紧急 这并不影响 粮草自重并不会消失 可先藏于黎燕城最近的乌乌连山 如情况不对后面 举回来救世 而到上京的通道 咱们几乎已经打通 随时可以派击兵支援支援 大将军 如燕城和江奎殿下同时威仪 如真是如此 你们全部去救江奎殿下吧 大将军 什么意思 燕城不救了 若将军那里 我亲自去救 如情况紧急 给我半个炮营 三千攻守 一千莫刀手 数百战马就行了 其他人你们带走吧 带助江奎夺得大宝 你们再回来援我 瞎人的话说得风轻云淡 众将久久没回过神来 凭这点兵力 守住气势正盛的左右 闲停在内的二十多万湖人大军 大将军不可 咱们的大炮虽简 弓箭虽利 可弹丸箭死有限 胡银吟素太多 说得好像 本将去送死一样 本将还没活够呢 这只是最坏的情况罢了 也许江奎殿下 不费一兵一卒 就夺下大权 到时根本不需分兵 好了 没有什么意见 就先如此吧 密切注意 南北方来的书信 火蓝军带领扶兵 先去准备粮草自重 其他军加紧训练 时刻备战 静安元年 4月21日 静安帝将临在太极殿内 当着所有文武百分的面宣布 自己连日掏牢 感染怪籍 以南金伦国事 而自己的亲妹妹 长公主江奎 乃王母之女转世 奉诸天之命 将士神舟 拯救诸夏万民 其命兴为紫薇心旁的朋友 今后得传国玉玺 可九点加深 得神舟弃运 摆神舟正统之主演 特此封大雍嫡长公主 将回为摄政王 总乱天下军政大权 等一切事 今祥瑞起初 国运神物现世 四海百姓归心 天命归于长公主 当可成大统 以救天下万民 长公主爱戌米灭 永一睹行 气度归宏 仁厚礼贤 全掠善战 自欺王之圣母 追强汉之子夫 高明远见 阳暗卓景 此天地初开 人文之始 华夏立于中央之国 聚天地弃云 明三万里江河 八千万山月 贯通苍穹 微服四海 王道破翠 文道之名 难以生翻 心向往之 自明德一始 胡满屡自南下 劫略神舟 独独生灵无数 肆虐之地何止千里 所过之境 活物难行 陆时消首 喜流瓢楚 引辱汉女 无下使万 万女自尽 以死守身 所犯之罪 敬竹难书 天下之人 有学习者 无不痛恨悲欺 大丈夫当立于天地 何故屈辱于蛮蝶野狗 魁得神明转生 摄政朝高 愤恨于胡蛮兽行 卫护万民 卫救诸夏 自率天下忠义 成名官兵 与胡狗决议死战 魁是与诸夏百姓共存亡 此举 是天理 令人心 望天下忠义之士 行忠义之举 共赴北地 屠湖山蛮 玉命汉林 是独学 是金歌状元 瞎人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领天下兵马 帅颖周天兵 抗击胡人 东原山脉 一处山坡上 想起了一阵树枝断裂 和激烈的战斗之声 这是第几棵树了 不知道 反正北岭上大一点的树 都差不多倒下了 我算是见识了什么 叫做真正的万富之勇 我前天看到大将军声声 把一棵树拔了起来 拔起来算什么 你没看到 昨天他一拳 冻穿了一棵盆大的树吗 大将军的怒意 咱们隔老远都能感受到 胡人针前虐杀之举 人神共分 你不弄吗 何止大将军 军中僵尸都快压抑不住了 这段时间经常 有僵尸问我何时出兵 情况如何了 不妙 三天前 胡人又大举进攻了一次 燕城的手将已不足录万 而且有很多是负伤的 再等两日 如还没有消息 我心率四千青旗 先过去 侯爷 泰山 你能守住吗 等我 你不能死 要是你死 不仅他会难过 我心也难安 我来个这个世界 最初只想换吃等死 可事与愿违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虽不想卷进来 但如今已没了费路 我曾以为上天赐我神力 在这个闻到昌盛的世界中 是用来挑大份的 可现在终于知道 是用来干嘛了 洛京苍和最后的两千手组 出城最后一战 为后方胜于百姓争取时间 望着远方招侠 迎着陈锋 他们都明白 今日很可能守不住了 诸位 今日看来凶多吉少了 咱们也杀够本了 黄泉路上 老夫同诸位一起 能与大将军同死 是末将的福气 日记 逃亭不言 大将军总义影存 末将能随大将军丧落 此也无憾也 好 今日再赚他一笔 多杀几个 泰山大人 小剧来迟了 是你 家人 你来干嘛 糊涂 泰山大人 什么都别说了 接下来交给小剧吧 你们先回城里等我 接下来交给我 旧风落日如长河 江南电雨行仇 乱世山空卷积 多小的风火 万里山河都踏过 天下犹如谁手 分分合合不过 即使在拳救 我在世面 满浮四面 出隔的时候 老酒与苍天对着 纵然一举不归 此战又如何 谁见万见起发 行我们听见如宙 老广见影交错 而我强处如龙 乾坤寒冬 一笑破苍穹 长长刺破云霞 放下一声牵挂 望着寒月如鸦 哭声咚骂 生死无话 红圈残起劣价 虽然万里荒沙 全白笑谈之间 与情是流沙 我在世面满浮四面 出隔的时候 老酒与苍天对着 纵然一举不归 此战又如何 谁见万见起发 行我们听见如宙 老广见影交错 而我强处如龙 乾坤寒冬 一笑破苍穹 长长刺破云霞 放下一声牵挂 望着寒月如鸦 哭声踪马 生死无话 风圈残起劣价 却然万里荒沙 成白笑谈之间 与心事流沙 长长刺破云霞 放下一声牵挂 望着寒月如鸦 哭声踪马 生死无话 风圈残起劣价 却然万里荒沙 小残天 谁能留下 今日没有杀够 下次再来 老子再送你们 去见你们的天狗神孙子 早晚有一天 老子要把你们杀的 跪在老子面前 老夫从来没想过 来救老夫的 居然会是你 贤婿 老夫之前已经够高看你了 可没想到还是小看了 闻 你乃状怨之才 五 你一人可敌百勇 有此贤婿 老夫心甚畏 也无憾也 可贪老夫之前 好了泰山大人 一切都过去了 老夫有外孙了没有 咦 还没有 这就是号称文人神将的 瞎人瞎大人 果然名不虚传 一身勇武 乃老夫平身警戒 现在不顾危险千里来源 还是大义之辈也 多谢了瞎大人 不对 现在应该叫瞎小将军了吧 其实老夫 听你的名字 耳朵都快听聋了 盖剑 下舍 班前那几位 可是经常在老夫面前念叨你 他们听说了你力掌 无人的勇猛 也知晓你的军略 早想会会你了 应该说 他们生前最想见的人之一就是你了 也是他们最大的遗憾吧 哎 可惜 可惜啊 他们只留了些衣服 找时间你去祭拜下吧 他们生前心中是真把你当成晚费 没见到你 太遗憾了 我知道 我会的 我给他们报仇的 理人 记录一下 盖剑 下舍 班前几位主将 以身殉国 致死不退一步 为无数百姓将士 赢得宝泽时间 忠义无双 克辞 封一品大武士 其家族 勇获忠勇荣耀 其余副将待击退 胡人之后 再行封场 四 虾帅 虾小将军 什么是武士 还有虾帅是怎么回事 武士不是先秦时期的贵族武者吗 怎么大拥也有武士了 还有 虾人 你们来自哪支军队 最高将领是谁 来了没有 虾帅现在是兵马大元帅 以及三胡总督 虾大元帅 说吧 有什么指示 接下来怎么办 老夫洗耳恭听 泰山大人严重了 元帅一直只是赞任而已 今后还得多向诸位将军请教 报 虾帅 曾良遭纵将军 所率运组队 已经离掩藏不足两里 寻买是否建藏 加强 板神臂弩 八牛弩 火炮 锯装 铠甲等重武器 终于来了 全部运来 让所有将士之家 接着虾人 就给大家解释了 神庙和武士是什么意思 还有最新研发的武器的作用 第二日 荣显带着右闲亭 经六万大军兵临城下 本王看那旗帜不爽 谁能摘了那旗帜 升两级 吴王 等我给你取来 等着吴王 老子要让那些汉人 跪着摘给我 是他们 就是他们 荣显那群右闲亭的杂交 就是他们阵前残杀了 数千老弱百姓和上万降族 东元军前面的那些人 便是阵前虐杀 我大用百姓的杂交 给我狠狠地杀 中元军全军戒备 冲啊 杀死那些汉人 给左庭的人瞧瞧 不要留全尸 全部消首 炮兵营点火 煞石 城墙上小炮起发 天崩地裂的阵战 响彻了整个燕城 炮弹如怒放的地狱焰火 带着雷霆的迅猛 抢着愣神的胡人发射去 砰砰砰 靠近被击中卯门的胡人头颅 直接碎开 顿时血肉漫天 龙裂的血腥味迅速散开 其他的被炸的手足乱飞 几十匹战马的身体 也被冻穿了一个大洞 连带背上胡人摔倒在地 惨嚎声 马的思鸣声响彻一片 啊 什么 这是什么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城墙上又是一阵震天的轰鸣响起 轰轰 烹 烹 扑 扑 又是数百胡兵被炸的血肉横飞 旁边的人惊骇欲绝 带力当场 看样子是被炸猛啊 如今的小炮经过不断实验改良 没有被炮弹击中的胡人 已冲到了一百步内 不等胡人靠近城墙 遮云蔽日的箭雨 夹杂着小炮的轰鸣声 呼啸地射向胡人 怎么回事 这些汉人的箭怎么这么锋利 铁甲都挡不住 散开 快散开 快跑起来 不断有胡兵被射落马甲 呐喊声 惨叫声响成一片 有的胡兵顿时乱了阵脚 开始不断往后退去 不要让他们走 再射 不准退 谁退一步 就变为下等奴隶 散开 都散开 注意躲避那些石头和铁球 给本王杀 胡兵们文言指的顶着炮弧和箭雨滚散开背景 分散冲锋 不过还是时而有胡兵被炸裂开来 这铁桶威力竟然如此巨大 有此利器 胡人何惧之 见到伤亡越来越大 看着倒下的胡人越来越多 知道打下去也是用命在天 传我令 撤 江斗 传我令 开城门 霍行领七千惊极 陈良 马郎 周烈 向飞 帅四万不足 出城追击 号兵营弓箭军 后方掩护 爆裂帅莫刀营 侧意进攻 瞎帅 现在出城野战是否不妥 胡人正面冲锋 可为天下无敌 东原将士虽勇猛 但还望瞎帅三思 瞎人 穷寇莫追 现在出城野战 恐不是上侧 后方可能还有左贤庭那些人虎视眈眈 你们的意思 我都知道 我并非冲动之举 相反在来前我和将领们就制定好了各种作战策略 照你们的意思 咱们要永远龟缩着吗 丢失的故土咱们不要了吗 还有城下那些战利品谁去拿 真正的铁血之军需要精力残酷战场的磨炼 泰山大人 各备将军 你们要记住 我要的从来都不是守住城池 不多时 身着铠甲的东原骑兵鱼贯而出 获勤手握长枪一马当先 全副武装的步兵军传紧随其后 大地的震战声传到了胡人那里 他们怎么敢的 他们是怎么敢的 我幼闲庭竟然沦落到被汉人追击 把那些胆大包天冲出来的汉兵全部给我杀掉 全部给我杀 虾人目睹这一切 恐怕这些胡人死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被汉人骑兵冲锋砍尬 他们死前才意识到 这些汉兵和之前那些有很大不一样 这还是那群柔弱 怕死军械腐坏不堪一击的汉兵吗 此时又坚定的胡人只有四万余人了 而东原军五个步兵军团加上一堆特殊兵种 人数已经接近七万人 且气势如虹 天狼神的勇士给我冲 冲开他们 传本亡令 杀两个汉人 杀五个汉人女子 三头肥羊 另外 谁敢停下 修地挖心 第八军 墨刀营 三千墨刀手用力地挥舞着墨刀向胡人砍去 虽然招式简单 但在这些魁梧壮汉的挥舞下 锋利无比的墨刀夹杂着雷霆之势 带着鼓逼人寒气冲降胡人 靠近的很多胡兵 直接被砍成两半 内脏洒落一地 一股腥臭的气氛 顿时弥漫战场 连位下满的骑兵 一刀直下 不光人上下分离开来 鱼利还把马都砍得深刻箭步 有了墨刀营的加入 战局请客间一边倒 胡人逐渐乱作一团 开始溃散逃跑 有的连战马都顾不上了 像狗一样往后跑去 一个时尚后 右衔廷近六万大军 九千人被俘 四万余人阵亡 只有三千余残兵冲破围剿逃了回去 胡人右衔廷王 冬险成了东元军的俘虏 走吧各位 咱们下去看看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 你们这些该死的汉人 快放开老子 有种拉开阵仗和老子正面一战 你们敢吗 柔弱的汉阳 卑劣的汉人 父亲会为老子报仇的 到时老子看你们怎么死 我糊涂的怒火将会烧遍整个中原 你死 只是开始 我来指示告诉你 你们所犯罪行 庆祝难书 也有天路 我汉人的怒火会烧遍整个草原 哈哈 就凭你们这几万不足 老子只是一时大意才被你们用卑劣的手段阴朗 可天狼神的勇士会吸取教训的 我父亲南下之日 就是你们这些只知归宿城里的汉阳 被剥皮偷金的时候 等着 老子先见天狼神去了 来啊 杀了老子 杀你 太过便宜你了 从现在起 死对你来说是一种奢望 我狐足蝉鱼已经率50万大军南下 要是你放了我 我可以向蝉鱼求情 你喜欢杀斧 喜欢杀人比赛 今日我也让你知道 你亲眼见到你的儿郎们被杀的自卫 你想怎么样 九千湖满野兵 罪行滔天 饶无可射 全部消首 泪成金关 左嫌停中军大仗呢 茂地大人 那些汉人近日忽然拿出了很多厉害的兵器 我二人拼死杀了60个汉兵才保全了荣显大人 可那些兵器实在厉害 汉人人数众多 情况危急 我二人和我显大人在乱军中被冲散了 茂地大人 我二人以为荣显大人会在野外集结兵力 等候时机反攻 便在野外搜寻多时 想找到我显大人的身影 直到天黑才回来 可没想到荣显大人现在都没回来 茂地大人 荣显大人现在定然在和汉人苦战 还请茂地大人率兵营救 没想到啊 我的好弟弟 没想到你没能死在本王手上 却死在了你最讨厌的汉人的刀下 没了你 蝉鱼之位 谁还能和本王争 父亲大人 你也老了 要不早点送你上路吧 也好一起去陪陪那蠢弟弟 你的那几个妃子 本王可是寄予已久了 不过 新来的那些汉兵到底是谁的人 竟然能正面攻破又停 不老二万老二都不可能 还有那些发出剧烈轰响的武器是什么 问金辉那老东西也一问三不知 转眼时间过去了半年之久 胡人被瞎人打退兵了 远在于安的龙耀帝接连收到胜利喜讯 到现在都有些难以执行 他的心情极其复杂 他严重怀疑胡人在掩他 朕一退位 你们就伪了 故意的吧 说好的天下无敌的铁骑呢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什么玩意儿 要早知道 胡人如此外强中干 朕早就挥石北上了 不过既然都打赢了 那朕是不是可以回上京了 胡人就算退兵了 瞎人也带着大军和大炮一路横扫过去 在古代热武器绝对是碾压式打击 7月24日 瞎人的大军兵琳琅绝须山 左嫌王茂迪直接把土罗绑起来献给瞎人 鸾纯誓愿向大雍天将投降 为表成义 特把侵扰汉人的罪魁祸首缠鱼鸾纯 吐罗敬献给大雍天将 还望大雍天将宽恕 蒸伐中原都是缠鱼的主意 我们不得不听 还望瞎将军饶我狐足一命 别以为投降了 就没事 来人把他们押入上京等待审判 静安三年 7月10日 征战两年多的瞎人终于回到了久违的上京 不过已经是务视人非 大雍已变成了北炎 因为龙耀帝原本想回上京重新称帝 你们觉得江魁会愿意交出军政大权吗 所以无奈下龙耀帝在于安重新称帝 化江河而至 南北割据成了两个国度 南庸以及北炎 不过这一切在外征战的瞎人无力改变 瞎大相公 今天是不是要授封 娘子授封什么的 再说吧 当务之急 只赶紧接任 我收到封声可有 不少朝臣借着久敬儿 您的案子提醒相公呢 两码是 我的瞎大相公 可是立下不是之公 怎么这也得封个后吧 下朝后 我可就是侯爷夫人了 走吧侯爷 侯爷夫人陪你上朝去 浩天有命 王王树枝 摄政王 陛下赤约 兵马大元帅瞎人 立圣炎 旧苍生 秦幼王 霍左庭 扶蛮王 御活 朱 叛逆 开疆破土 风狼居须 微镇朱仪 兵临北海 养我下威 克此 秦风瞎人为秦国公 赤喜网替 赤十十亿三千 封地怀阳府迎州 等等 陈请摄政王三四 秦国公的封号实不可言 以功绩来说 自无不妥 赤风国公也是众望所归 但秦国公的封号 自高族以来 就未曾授予任何人 一是未能有成其功者 二是其爵位过于尊贵 很容易结党营私 以多攀附 还有 下人刚过弱怪 年龄上小 独卫及秦国公 可引来勋贵老臣不服 久之 于朝堂不利也 下人老弟 别以为老夫是故意为难你 实则 这是老夫在救你 权势过高 绝对会引来皇族猜忌 太父所说的勋贵老臣不服 老臣 不知是哪位勋贵老臣不服 反正老臣是心服口服的 老臣自问 有几分带兵之才 但相较瞎率 无异于云火与之号越野 如让 军中将士知道 岂不含了诸多将士之心 望摄政王三思 臣觉得太父 左言有理 这样吧 大家也别争了 随意封个永平侯 或者激性卫士的外国公 就行了吧 其实臣认为 封臣们无所谓的 国泰民安就好了 北言并非南庸 封上开疆拓土的功臣 怎可如此小家子气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什么结党隐私 攀附权贵 怎可以恶度人 哪来这么多理由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大庸的朝堂 就是这样搞魂的 最后搞出什么了 搞出了一堆堆叛贼 如此这样 谁还敢为国尽忠 岂不含了功臣之心 本王和皇兄不是父皇 本王相信瞎人 北言相信瞎人 好了 本王亦已决 谁亦不变 置封瞎人为秦国公 条件不变 令家受太子太保 光露太夫 接着 东元老将纷纷受封 草原的李仁和李信 也分别封了个侯和伯 后面的封赏就没有意义了 这些都是这些将领该得的 封赏足足进行了近两个时辰 没办法 有功的将领太多了 直到日上三改 才封赏完毕 封赏完后 江奎提出了下一个议题 也是接下来北言的目标 南伐 龙药帝又耸又有梦想就算了 大不了把手脚打断关起来 但南庸朝廷那些颠倒黑白的大臣 实在太可恶了 已经数次踩到了北言的底线 必须剁掉 尤其魏松那老东西 跑得最快 叫得最厉害 兵力这块 江奎和仲臣毫不担心 东元军能正面干掉胡人 岂会把那些九叔战争的南庸将士放在眼里 现在的问题是 师出无名 至少给一个打跌的理由吧 总不能说 请父皇赴死吧 朝会还在继续 但说了半天 还是没能拿出个靠谱的章程 回摄政王 其实灭南庸很简单 甚至不用费一兵一卒 南庸朝廷得到的支持 不外乎是 那些地主权贵罢了 百姓们可不见得支持他们 咱们只需稍加手段 让南庸失去民心 他们自己就乱了 夏人你的意思是 咱们多是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摄政王说的没错 但这只是其一 最关键是 让南庸百姓 见识到北言足够好就行了 有了对比 南庸的民心迟早归言 甚至羡慕 或者过不下去的百姓 还会偷偷加入北言 届时 就算南庸不爆发内乱 咱们随便找个理由南法 相信阻力也不会太大 夏人所言有理 可有具体章程 很简单 开五局 重开盛天大会 重度货币 颁布土地政策于南 岳军大兴文娱 大半学宫 秦国公 岳军 颁布政策于南和大兴学宫老父名的 可其他的 例如 五局是合一 还有大兴文娱中的文老父名的 也是为赞同 可这于南不成 是开青楼 以青楼女人吸引南方百姓 秦国公 你前后俘虏了近三万户人美女 必定是想一次搞些噱头和特色 秦国公可知 这货币改革可不是那么容易 稍有不慎 恐引起民间极大混乱 圣天大会 乃文人圣会 或许能收取一些南方世子之心 但咱们能举办 难忧何尝不能效仿 二位大人 其中其秋 且听晚辈 慢慢到来 首先 所谓五局 即五人的科举 目的依旧是为朝廷选士 不过是选取武士 咱们是理派 主张是遇天下 文士为首 相信诸位也应该明白武士的重要性 我北言能灭胡人 收出疑 林北海绝对离不开武士的帮助 老夫负义 大雍中文义武 近百年来 不仅受尽欺辱 还险些被胡蛮灭国 要是一位提倡文道 一亚武道 那我北言迟早变成下个大雍 诸位曾经 先秦的乳道 都是文武并重 正因此才有了秦汉的辉煌 我北言如要恢复秦汉的辉煌 永振满一诸国 武道绝不可赏 大人所言即是 其次陈所说的鱼 不只是录像所想的青楼 更多是指戏曲歌舞 以及促取马球 摄域等竞技比赛 这些物识绝非玩物丧志 而是稳定民心 收取民心 安定天下的重要手段 要是没有娱乐 百姓们的经济神 无法发泄 长久以往 很容易憋出事情 对国民的身心健康 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这绝非危言耸听 没有娱乐的国家 眼里绝对没有光 吃饱了 饭不放松下 难道拿着精力去造反吗 但陈这里说的娱乐 绝不包含马调党 包含赌博的务势 再有 货币改革如大人所说 困难重重 但在困难陈建议 也要实行下去 男佣没有吞并胡人 财政上和大佣 差不了多少 都是一摊烂账 如果咱们的货币不改革 男佣的金融矛盾 迟早会转移给咱们 他们的货部大臣 想必也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 照如今的货币体系 陈猜测 那些大臣 讲出的骚主意 早晚会令男佣通胀 而咱们吞并了胡人 得到了非常多的资源 如果不改革 货币太过值钱 会造成更严重的通缩 这样下去 他们的滥账 迟早由咱们来堵窟窿 咱们的经济 也会被他们挚爱 甚至拖垮 瞎人说完 众臣已经猛了 我再说的简单点 诸位成功这样想 如果男佣 他们使劲印银票 最后印的银票 来买咱们的东西呢 众臣一下反应过来了 不少人惊出了一声呃汗 秦国公果然有 惊天伟毅制裁 货币改革 实在必行 好 这户部和商部下朝后 岂可筹办此事 最后便是盛天大会了 刚才大人所言有理 男佣也可举办 但咱们的大会 和他们的可不太一样 咱们的大会 可以改个名字 盛天天理大会 除了四财四意外 咱们的大会 还可以鄙视农业 商业 各类酱业 丝绸业 衣術 这些行业 无不蕴含天理 对国界有益处 获胜者 可以获得式的称号 想必会吸引不少人 前来参加 如此一来 既可以收取男佣的人才 为咱们所用 还可以让北延 这些行业得到发展 有必要提醒下 商事的选取 必须更为严苛 必须先看其德 后看其才 当然咱们选商事的缘由 陈早就向摄政王提过 目的是控商 而非扬商 陈的意思是 可以借可管控的商道 繁荣国家 绝不是抬高商人的地位 如今我北延百废待兴 正是缺乏各种人才之计 此举一老神看可行 好 既然诸位成功 都没什么意见 就如家人所言 这里不和圣天府负责此事 这正王英明 陈还有一物 或许可让南庸的农人 艳羡不已 也可让北延的收成 增加半成到两成 陈所说之物 便是更多肥料的制作法子 我也是在家中的 一本祖传农书中看到的 那本农书里面 曾记载了 27种肥料的制作法子 可惜那本书已被烧毁 不过里面的法子 陈还记得 回头陈就写来 不过有没有用我 也不太确定 得斯农部看看再做定读 既然没人反对 那就这样决定吧 虾仁 无举相关的选拔事宜 全部交于你了 具体留程和相关用度 你找理不上一把 文娱之事也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也由你负责 相关事宜跟各不交涉即可 转眼过去了一年 这段时间虾仁 除了推行一些自己提出的政策外 便是一有空 就在家和洛书瑶划船 不知道到底是谁有问题 这个洛书瑶 如今肚子还没有动静 越是这样洛书瑶心里越内疚 总觉得对不起虾仁 如今虾仁的身份 天下人都在盯着 要是没有子嗣 绝位都没法继承 虾仁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虾仁应过洛书瑶 如何洛书瑶 劫眉鸾缝 永不风流 永不纳窃 傻书生 为什么要答应我 我值得吗 这天下没人比你更值得 虾仁 我反悔了 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想收回几个 召回无教 本将功答应的事 从来都不会反悔 我要收回的条件是 永不风流 永不纳窃 说完 洛书瑶已是泪眼模糊 但心中却是一片世人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你觉得我和其他女人有了 此次我就会开心吗 不 我会更痛苦 到时我拿什么来面对你 拿什么来面对咱们曾经的誓言 有的男人 一生只能装下一个女人 我的心里早已没了 其他女人的位置 不就是没孩子吗 这算什么 之前我还不是一无所有 连饭都快吃不起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 只有你 永远只有你 你不在乎 可我在乎 我终归是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岂能因我让你绝后 绝后了又怎样 绝后的人多了 何度我瞎人一个 咱们战死的将士 有多少绝后的 与他们相比 我算是幸运的 没有孩子 并不是你的问题 万一是我的问题呢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相反 我现在的身份地位 给你带来了很大压力 这段时间太忙 我也有所疏忽 你的感受 应该说抱歉的是我 你总是这么会说话 可我如何忍心你绝后 此生有你足以 其他的都不重要 至于这绝位 要是真丢了 那就丢掉罢了 咱们死都死了 管他洪水滔天 你难过 我会更难过 所以此事就不要再提了 再说咱们还年轻 万一再世两年就有了 真纳了切 不得后悔死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好 总是这么不一样 因为我的娘子太好 太出色 上天不仁你受欺负 所以专程派我来照顾你 于安皇宫 一处阁楼 和数年前胡人刚南下比起来 龙耀帝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这些年来 南庸臣民好像过得一日 不如一日 到处乱象横生 很多地方还比不上胡人南下之前 这不禁让他时常在夜晚粉丝 如再给他一次机会 还会听信魏松等人所言吗 朕有制作一阁平盛世之君 可自朕登基以来 天下迷乱 内忧外患 岂是朕一人所能扭转 朕复卫 也不过是想完成年少知识罢了 在那种境地中 朕又能做什么 历朝历代的明君 在朕所处境地下 一定能比朕做得更好吗 静安六年六月六日 大延摄政王 静安帝 乃奉天统镇山河 九鼎传国玉玺政统之主义 今有宁臣 魏以私欲 携太上皇 建伟朝 巨南帝 残害忠良 霍乱教化 扫除一己 为天帝所不容也 伟朝朝刚崩坏 任人为亲 贪力图名 名不聊生 太上皇为奸命俯求 皇皇不改言 魏父汉家辉煌 一统河山 立刚沉济 就万民水火 经大延摄政王 亲命神威天将 秦国公下人为平南院帅 携二十万骑兵 以及大炮五千万 南下驱除 伪朝坚命 救济思民 骑兵南下不到三日 郎州便收负了 各线城池大开 没人反抗 没人誓死相守 郎州各地的官吏 听到北延打 赶紧脱家带口来投降 生怕慢了一步 这让北延将士颇为不爽 你投降得这么快 老子还怎么立功 就不能坚持一下 没有多停留一刻 九万大军继续扬边南下 北放几包 圣上 北打下来了 素羊府边将之初 漫善遍野斗食其病 不到三天 郎州投降 现在北延其病已进过了淮水 并临饶州城下 北延摄政王 也就是蒋魁共主南下秦政 所过之初百姓借福仇共赢 几乎没怎么反抗 共主还让人传习天下 说是要解救南方百姓于水火之中 还有 秦国共吓人之甚闯入梅院将军 所率五万遍军众 当着五万编军怒取旁将军手机 并炫扬说 让越国共能十二位将军洗好脖子 陛下 如今国库空虚 如具显固守 北延或许拿咱们没办法 但咱们也早晚会被扑垮 神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和谈 毕竟来人不是凶残的红蛮 江魁公主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段时间龙耀帝根本不想开朝会 满朝文物一味求和 根本就没有打下去的欲望 下人说过之处百姓欢天喜地 守城将士大开城门 这里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要赢了还好 要是打输了 那就是叛军 直接投降不仅可以保证编制 而且大庸很久没有发军响了 投降北延意味着可以发工资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工资 当然无险一惊在古代肯定是没有的 陛下自复位以来 臣妾亲眼看到您的白发越来越多 神色也越来越强 与数年前相比 苍老了何止一分 这全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你说朕究竟是昏军吗 为什么天下人都要反朕 很多事情并不是陛下能改变的 陛下有心赴国安民 可天下已是千疮百孔 陛下知道 为何江奎那丫头要杀地主石身吗 北延的强盛和此举脱不了干系 陛下 臣妾想问 年少之志如不得也 一定要泪上整个天下吗 道理朕何尝不懂 可世间繁华 全是滋味 谁又能轻易放得下 可是现在 北延兵临于安 如不放下 咱们难道还要再往南逃吗 或许朕真的老了 既如此 那就把这天下交给宽儿吧 陛下 臣妾愿陪您 赏遍余生诗词割花 玉儿 你是宽儿的人吧 身份应该还不低 朕虽庸碌 但不是傻子 最相信的朕鞭人 对朕也并非真心 朕太失败了 陛下 臣妾有罪 臣妾的亲族犯了很多不可见人的事 江奎他 好了 朕知道了 朕不怪你 陛下 不好了 月国公反了 所有人都反朕 朕也见怪不怪了 古往今来的造反 都将踏着石山雪海 不知多少人为之云命 奎儿说的没错 朕 朕乃罪人也 陛下 当务之骑士 赶紧想办法保命 要是陛下落在月国公黄警手里 来威胁江奎那丫头 江奎那丫头 应该会买账的 月国公黄警只有八万人 咱们还有两万禁军 想必贫于安皇宫之骨 黄警叛贼一时 还不能威胁到陛下 不好了 圣上 陈将军 刘将军 狠舵将军 身重剧毒 月国公黄警率 帅军 把咱们的菌蝎和粮草 护夺了去 袁从军不查之下 被叛军偷袭 死上惨重 现召齐将军 正受奉残部 往这里狙击 下摔 昨夜月国公黄警率领 把万叛军 宠进皇宫 开始抢掠 禁军变打变推 最后受拢在了陛下周围 本准备决议死战的禁军 却发现叛军 相恶极的奉斗 只顾着劫掠皇宫财物 并不着急进攻 整个渔案的粮草财物 几乎被洗劫一控 接着把万叛军 带着自己的战利品 带着一众哭哭啼啼的 大臣和女人们 从渔案城南门连夜溜走 走吧 去看望看望 这位太上皇 瞎人 江奎等一众人进到皇宫 看到这空荡荡的皇宫 可谓是就差把墙皮给刮走了 儿臣见过父皇 儿臣知晓父皇 是被皇警卫松孔权的 不得以丛林大宝 此来便是救父皇于水火 不过 大言百费担心 内部还未稳定 所以儿臣来得有点晚 还望父皇恕罪 我儿来得正好 皇警等狗贼一邪诊多年 愿为父在金魔爪之下 不得不委屈求全 如今我儿邪兵南下 正好替魏父报仇 顺便统一山河 放心吧父皇 皇警孔玄等狗贼 道行逆施 以权谋私 横征暴脸弄得南方民不聊生 如今还在于安造下如此杀孽 实在最该该死 如今见我大言王师南下 他知道事情败露便撕破了脸 这才造下如此多杀孽 瞎人 皇警等叛贼离去一日 他们占马不足以万 相信走不了多远 令你一个月内 把皇警的头给我提来 回摄政王 用不了一个月 三日即可 父皇受苦了 今后父皇想住在于安还是上京 奎儿 西陵院有人住吗 以后儿臣会去西陵院 多向父皇和母后请安 瞎人 你还是让吴瓜母相看 如吴早知道 你有那样的本事 或许就不会逃得那么快了 多谢太上皇赏识 如没有太上皇 或许臣也得不到 赦政王信任 或许就没了之后的事 三日后 瞎人率骑兵 把包裹越国公皇警 左丞相卫松 右丞相父松等 一众叛贼高层捉了回来 瞎大将军 老夫之前受小人所获 不得已才与大言为敌 走上其路 为表老夫歉意 老夫愿捐献出 我为将名下所有土地 还望瞎大将军网开一面 饶老夫和老夫亲族一面 世纪大将军 都是皇警那王八蛋 以小人家人性命相威胁 小人不得已才委曲求权 虚身于麾下 小人一想至此时 常以泪洗面 夜不能泪 恨不得其骨石其肉也 如今大将军 邪我大言王师扫除叛贼 乃我大言子民之福也 大将军 小人也愿把族中土地 全部敬献而出 为我大言天砖家王 你就是皇警 果然不愧天将之名 输得不冤 成王败寇 没什么好说的 也不想浪费最后口舌 只有最后两语 都说这天下英雄 因虾人而失色三分 此前我还吃之以鼻 如今看来 哪里是失色三分 天下英雄在虾人面前 安能有色也 还请大将军 看在我一生戎马 不算大恶的份上 给我一个痛快的 还望大将军应允 准了 你们三人就先上路吧 其余人等待审判 虾人挥舞莫刀 刀锋划过 寒芒似血 黄姐 卫松 附松三颗头颅冲天而起 此件事了 北言终于一顿 自然是要邀请南方各国的人 来朝铸河 就想搬进新房子 邀请邻居来家吃饭一样 但是瞎人 江魁等刚回到上京 就收到了来自南方小国的挑衅 南方十国 只有旅楼 赤鱼的国君 送上了贺信 并派了皇室北上 现在还在路上 其他八国 皆对大盐冷眼相对 甚至诸多折主 除了言语上的 他们还让士兵扮成山贼 埋伏暗杀我大盐将士护从 罗盛将军率四百将士 拼死还击 招勇所救 29人 腿脚截断 无一人完好 罗盛将军未就暑假 也断了一腿一臂 罗盛将军说 有负摄政王制托 只带回两国的贺信 还请摄政王罪 罗将军还说 照顾 南南等多国有调兵的痕迹 这些南蛮国早就集中缘 如此做法 想必是想看看咱们的反应 罗将军让咱们做好准备 这我令 怀阳县子罗盛 尽忠列伯 封二品大武士 其余二十八位将士 升四级 封四平武士 战死的 以最高规格抚恤 入沈庙 英泉族 孟府三人 这三项详意 追风 传本王令 全军戒备 户部商不准备粮草 这里不拿出所有新式军械 本王要所有南国国军皇族大臣的投入 立于上京皇城 凡江河所至 日月所照 敢向诸夏举兵者接斩 不过陈有一些建议 陈认为 如南伐 一是先稳定南方局势 恢复南方民生 可借秋露之名 以攻戴阵 惯克大岩的土地政策 二是各军加强 训练丛林战的训练 可让北方将士 去南方潮池炎热之地磨练 三是召集南方医生 研究各种南方 蛇虫胀气之毒的 预防和治疗的药物 四是出生的时机 一定要选好 战时必须在冬天寒冷之时 否则天际炎热 会大大增加伤亡 必要时可同开多个战线 大岩的新船 已有十三艘 自重武器 可走水路 可以利用一年的时间 来做以上的事情 一年就一年 一年后 本王要南善 普票等八国 灰飞烟灭 转眼过去了半年多 洛书瑶终归 还是怀上了 这下瞎人终于不至于举后了 还有几个月瞎人 就要再次出征了 洛书瑶自然知道瞎人的心思 以君主帅 快出征之际 却满心忧虑 这可不是好事 你怕我出事 傻相公 我又何尝不担心你 沙场无情 再厉害的将军 也怕冷卷 你每次出征 我都会彻业难眠 可我知道 国之不安 家何已在 大不了随你去罢了 久之这样想 也就习惯了 这么多大风大浪 都走过来了 还怕生个孩子 我反而很期待那天 瞎大相公 你曾说过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我的相公 是另外一文 风丧版的盖世大英雄 去吧 相公 能不能陪伴孩儿出事 其实不重要 如果你觉得很遗憾 咱们再生一个不就行了 我还想生三个四个呢 到时候恐怕你都厌倦陪我生孩子了 经过洛书瑶的一番劝解 下人的心情好了很多 纠结和摇摆 渐渐换成了最终的坚定 静安六年四月五日 南方八国 全部灭亡 所有王公贵族杀杀 生秦的生秦 南方十国 永尊大言为宗主帝国 改南版 不彪等八王国为侯爵之国 其国主就王位 即侯爵 其国民为四等人 改焦国 祭藤国为公爵之国 其国主就王位 即公爵 其国民为三等人 见诸臣名 皆以下人臣礼代之 每年向大言朝供粮草 经营 水产 具体数额根据情况浮动 全面推行汉文汉字汉 善汉文汉字者 人等着生一级 社都不服 督查各国 不可训养战马和战相 已经发现 遗族此间社老 虾人正在赶回上京 在此期间 虾人收到了洛书瑶的来信 说是生了龙凤胎 一儿一女 如今虾人也是儿女双全 相信北延近百年内 不会有什么大战 瞎人就想着回去 能过上侯爷的悠闲生活 至此本剧完美结束 本剧改编自侯府女婿的悠闲生活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看原文 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坚持做完了